很有心做慈濟的慈濟之工 这是48岁的李亚云师姐 她住在高雄静思堂 距离不到300公尺的距离 但几十年下来 她都没有很好的姻缘 踏进静思堂 直到两年前 她的表姐给了她一张 精臟演艺的门票 她来观赏之后深受感动 于是就加入了慈濟大家庭 参与了见习培训 我是做服务业 我是会把口水的那种人 嚣张 气厌 尖锐 我以前是那样子的人 表姐 然后她就送我一张 精臟演艺的门票 我真的是从头眼泪 我那时候就想说 怎么没有告诉我要戴手帕 或者是卫生纸啊 我看完演艺 真的是久久不能自己啊 再会以后我又 我又在那边沉淀了 大概十几分钟 然后再收拾自己的心情 这样走出去 其实是蛮飘飘然的 就觉得说 好不一样 如梦似幻 一张门票签起老邻居的奇妙缘分 我坐在这个房子 快三十年 大概二十七八嘛 驾到进师堂 大概只有两三百公尺而已 骑摩托车不到五分钟就到了 然后虽然这么近 可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加入实际要有勇气 看完演艺之后 一个小小的 可能有一个小种子 到我去报名 那个其实我都是有勇气 要鼓起勇气 然后包括我走进去进师堂 那个我都是鼓起勇气 或许大家都在等待 对的时机才做 但只要勇敢 该来的都在路上了 我看到环保站的菩萨 然后我会想到我妈妈 因为其实我会想 我也会想到 我妈妈接下来的下一个阶段 我要去怎么 怎么面临这个情况 其实我在进来实际之前 我是很害怕 我妈妈老化这件事情的 不错过此际 把握行销机会 亚云也把妈妈接来 要知道如何去跟老人相处 跟长辈相处 礼貌这件事情 是我们要常常放在心里面的 对 怎么说 怎么要设身处地 同理心 香港的 什么鬼都 我们在死亡里 都给他在意 现在这不只是一场梦 亚云一点一滴将它化为真实 不再后悔 大爱新闻李嘉兴王朝中 高雄报导 和明镜与下期再见